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拳俱进娱乐流程解说第10集 我是310 那么这个boss战之前呢 我们稍微做一下准备 之前这个儿子的第二套衣服早就上架了 但是那时候一直没钱 所以就没买 现在钱有富足嘛 就买一下 其实这个衣服也不是特别必要 然后必要的是这个双巨人的狂暴这个厨地 升到三级 非常贵 但是物有所知 这个升到三级的话 可以又可以多砸好几家 然后这个伏饼的话 我想一下还是换成这个特点的这个禁忌伏饼 古老禁忌的那个伏饼 那个加的属性多 虽然装等第一级 装等第一的这个问题不大 打boss并不是特别看装等 加这个冷却可能更重要一点 上次是从这开始 咱们换成电剑 保证这个 儿子技能是乌鸦 然后带上这个 外遇重击和双巨人的狂暴上场 这个外遇重击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最好的这个魔法 轻攻击魔法对付他们来说呢 应该是这个尼奥尔德的风暴 那个可以一直出硬直 这个flag收的有点快 从天而降的Magnon 里面 只要把与其他人认为 这次的尼奥尔德的 好 上场一开始呢 这个Magani肯定会攻击你 如果是黄圈就弹反 红圈就闪避 然后调整一下身位 直接放这个双智能狂暴 垂到最后呢 接上这个乌鸦 让他们陷入这个无限硬直 再接这个外鱼重击 然后刷新 把绝刀刷新以后 再来一个双智能处地就差不多了 这里这个运势不太好 Magani打断了 用了个投机 他用投机的时候呢 让儿子射箭就可以打断反击了 当然有的时候 儿子这个在unavailable状态 那就完蛋了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儿子会被他们Boss中的 一个人抓住 然后呢 把两个人都打掉两个鞋 就可以直接进第二阶段 在中间的这个过渡阶段 持盾防御 持盾防御 注意这个危机信号 如果在正面呢 就直接防御 如果是这个箭头在别的方向 转过去再防御 平时就防御的 他有可能从正面过来 他是不会给箭头的 一共三次 好 箭头来了 这个不难 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呢 两个Boss会新增一些远程招式 有威胁不大其实 你调整好站位 双聚人的厨地 是可以把他们强制出硬直的 非常屌 赶紧溜 这边呢 基本上是利用儿子 吸引一个人的仇恨 然后你去打另外一个人 但是这场Boss战的特点呢 就在于啊 你不能怼着一个人打 一般对于这种2v2 或者1v2的这种战斗 都是想办法干倒一个人 然后1v1或者2v1 但这场战斗不一样 这场战斗 你打倒任意一个 你会看到刚才摩迪跪了 摩迪跪了以后 他下面那个 晕眷槽 在不断减少 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把Magnia 也同时打掉两个鞋的话 那个摩迪又会站起来 所以说要想办法 能聚在一块 同时差不多时间一起打倒 好 还好这个摩迪没让他站起来 这样就进入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呢 尽量这个不要用刷新 当然你也用不了 让儿子的乌鸦 肯定也在冷却 所以第二阶段会难扛一点 然后第二次这个黑暗作战 这个对方会使用阳弓 假动作 第一个是阳弓 第二个才是牛弓 防第二下就行 第一下不用拐 然后第三次呢 注意啊 第三次是没有阳弓的 就直接弓了 所以说要注意 第四次呢 又是有假动作了 这个都是固定的 但只是方向是随机的 好 到了第三阶段 咱们所有东西都冷却好了 第三阶段 他会扔弟弟 他会扔弟弟 这个Magnia把弟弟扔过来 我们就把他这个空中拦截 拦截完以后放乌鸦 定住他们 然后双巨人狂暴一阵打 可以看到下雪非常非常快 然后再接个外域中击 外域中击要蓄力 所以说不太安全 最好是尼尔德的风暴 但是我这边因为之前没伸过击 所以说就有什么用什么了 不为了这个战斗特地再伸一下击 好 保证这个Magnia也被这个双巨人狂暴锤到 这样他的这个阴旋槽就不会降了 这样这场战斗就轻松解决了 当然这个战斗有更赖的打法 就是第二阶段的时候 你这个使用从储存点重打 那个checkpoint重开 这样的话 你的这里有一个QT 不要忘了看戏看出神的 第二阶段你这个重置一下 从这个检查点重新开始 他会从第二阶段重新开始 然后帮你把这个所有的冷却时间重置 这样你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用这个乌鸦 然后绝招四连搞定 我们爆气都还没用 当然从检查点重置这个打法 从录像上来说不是很连贯 有点作弊的嫌疑 我们就不用了 也不是最高难度 可以看到这个Modi 嘴炮很厉害 把儿子给气死了 气得吐血 真的是真气吐血 老父亲慌了老父亲 爸爸你冷静 爸爸你咳嗽不要紧 没事没事 战神没事 好 这个Magne就死了 拿到一个奖杯 Magne和Modi的这个日记 都是儿子写的 小学生日记的文风 然后Magne掉了非常重要的两样东西 一个是冰冻火焰 可以给辅责主武器升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雷伊普特合金 雷伊普特合金之前我们做支线 拿了两个 把这个 把这个阳头的那个雷神之拳 叫什么 是叫雷神之拳 雷神之拳 坦安乔斯特 坦安乔斯特那个伏兵 也升到二级 现在是最后一个 拿到以后就可以升三级了 升三级的话 装等是7 非常厉害 好 我们这个目的呢 就是拿这个魔法镯子 现在就拿到 拿到以后 所有这些这个 以前打不开的封印门 都可以开了 但是开这个门呢 有一个小游戏要玩 就是找它的弱点 找到的话 这个镯子会发光 然后你的手柄会震动 找对这个地方以后 按三角 就可以开了 当然每个门弱点不一样 像这个门是两个弱点 有的门是三个 就比较麻烦 所以呢 这边我就把这个 谜题给关掉 在这儿 这个镯子门呢 直接改成单一按钮 这样的话就不用玩这个小游戏 就直接开了 这个大家自己玩的时候呢 可以自己去这个 探索一下 作为这个战斗的调剂 但是咱们这个录视频的话 有点影响连贯性 在那门口摸半天 所以就关掉了 为了视频观赏性 好这里的话 一小段这个 儿子还在咳嗽 有一小段解谜 搜刮 我们就快进了 这个儿子还耿耿有怀 耿耿于怀 怎么怎么怎么就这个莫名其妙 稀里糊涂就杀神了 这个有点 我们不是普通人吗 发生了什么 利用这个时间呢 简单讲一讲这个 Megni和Modi他们一家 也就是索尔那一家 这算是补充页设定 索尔呢 她的老婆是西夫 西夫 但是西夫呢 是她的正式 她还有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情人 比如说 这个Megni呢 就不是她的正式西夫生的 这边先看矮人对话 新增了对话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找她这儿 来升级一下 我们的主武器 利用一坦之斧 可以升到五级了 利用一坦之斧呢 满级是六级 但是五级已经可以 学所有的这个技能 装等提升太少 然后可以看到 购买资源那儿 还有一个最后的冰冻火焰 这个就是斧子升级最后一次 但是她呢 需要到尼富海姆去这个搜刮 收集这个东西 然后才能交换 买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咱们后期再说 然后这两个斧饼 我一看啊 都缺少了这个世界蛇的鳞片 这就是之前支线任务 摸的不够多 所以说这个 这种常规素材 就会就会有缺口 如果大家支线任务 平时注意积累的话 这儿这个两个斧饼 都可以升到顶 用哪个的话 就看大家自己想法需求 这个斧子升到最高级的这个技能 也一般般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实用的 斧子最实用的还是那个 刽子手的劈砍 就是账面三个 一个是方方方三脚 一个刽子手劈砍 还有一个就是 什么什么研磨来着 想说那刚刃研磨 研磨风暴 像这种谜题呢 关掉以后 他就摸一下 直接开了 不需要这个早来早去 据说刚才说 这个索尔的儿子 这个在北欧神话当中 神都是会死的 并不是这个永生 但是死了以后呢 应该会有一个灵魂 要不去赫尔海姆 要不去瓦尔哈拉 这个瓦尔哈拉是什么 我们等会再说 但是这个好像也没有灵魂出来 女武神也没有来接 难道迈根尼真的死了吗 连灵魂都没有了 这个迈根尼呢 是大力神 之前我们在讲那个 霍朗根尼尔的那个故事的时候 讲到过他帮这个 他爸搬大腿来着 他是个大力神 他力气特别大 但是并没有说 他战斗力特别强 力气大和 和这个输出强是两码事 迈根尼呢 他的妈妈呢 是这个一个巨人 叫亚恩莎莎 是这个索尔出去 这个偷情啊 生的这个 事实证明 还是这个杂交优势 袁隆平没有说谎 杂交优势 这个迈根尼就比这个摩迪 还有其他的这个子嗣要强 算是这个 索尔的最强的儿子 然后跟西夫 这个结婚了以后呢 生了一个孩子呢 叫 斯路德 是个女孩 非常漂亮 但是很明显 没什么输出 至于这个摩迪呢 他妈到底是谁 有的说法说就是西夫 有的说法呢 说不是西夫 另有其人 但是也没说是谁 所以说这个摩迪的妈 记载不详 但是反正不是亚恩莎莎 跟那个迈根尼不是同一个母亲 这个之前矮人这个对话里面 也讲到这一点 然后另外呢 西夫跟这个索尔结婚之前呢 还有一个孩子 叫乌勒尔 乌勒尔也是 挺重要的一个阿萨神吧 是这个阿萨 十二男神中的一员 他是一个狩猎之神 那么这就是索尔的一家 相当于这个 之前生过一个迈根尼 然后呢 跟那个西夫结婚以前 西夫也有一孩子 然后两人结婚以后呢 又生了这个斯路的 那个女孩 然后摩迪的话是迷 未记载啊 不能说是迷 开了几扇这个隐藏 这个封印门以后呢 就直接回来了 算是个禁路 回到这港口呢 咱们不着急 这个坐船离开啊 我们这儿看到有一个 这个封印的秘石 那就是奥迪秘石了 这个奥迪秘石呢 游戏当中一共有七处啊 是七处吗 好像是七处 然后呢 这个其中六个秘石里面 都是有女武神的 就是挑战女武神 是算是游戏当中的一个隐藏boss 这边看到又有一个 一个神坛 这边我不小心这个手剑 把这个对话打断了 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的对话 总之就是这个索莫尔的故事 他给巨人族造城墙 然后过程当中呢 跟儿子吵架 就这个路上被索尔给杀掉了 但是没说他儿子 儿子没死 至少当时没死 后面这个他儿子的故事 这个米米尔会讲 我们就留给米米尔 小战争有超强灵感 好 那么这个所有的奥地秘石里面呢 都有三样东西 一个是传送门 这样方便你以后这个想来重新挑战 想这个后期来挑战女武神的时候 可以直接传送 然后呢 还有一个女武神 当然不是每一个这个米尸都有 有一个没有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奥丁之眼 就是那个乌鸦 基本上三样东西都有 然后呢 还有会有一些这个棺材啊 木箱啊 这些大家自己看着搜刮就行了 好 这里呢 因为是游戏当中第一个女武神啊 算是这个新手教程 所以说这个女武神很简单 那么我们这里就直接 把她顺路给干掉 其他的这些女武神 我们就留着后期在打挑战 现在咱们还太弱了 我们先把这个乌鸦给打掉 换一下这个技能啊 把这个儿子技能换成狼群啊 这个狼群 打女武神 打普通杂兵的话 还是乌鸦好一点 因为乌鸦能打出硬直 但是女武神的话 乌鸦出不了硬直 所以还是换狼群好一点 狼群可以打出他硬直 女武神呢 一共是这个密室里一共有六个 然后还有一个在尼弗海姆 有一个在穆斯贝尔海姆 这样就是八个 八个女武神全部打完以后 要去挑战女武神之王 算是游戏当中的这个隐藏boss 最强敌人 女武神之王 女武神挑战完好像也是有奖杯的 好 这个女武神的招式 其实非常机械化 大部分都是黄圈攻击 像刚才那个头记啊 是个红圈攻击 但是他必然会接在就是他的翅膀 那个360度 180度转两次 然后后面会出一个二则 有可能是这个红圈攻击的头记 这个时候你就往右侧闪一下就行 很容易躲 就这个 这个以后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红圈的头记 又侧闪 然后有可能是黄圈攻击 黄圈攻击的话就直接弹反 这个女武神呢其实是个弹反老师 就是教你弹反 当然这个战神的弹反判定也非常松 所以说呢不难 很容易弹反 所以总体来说他就没什么变招了 远处这个冲过来 你看刚才那一下 看到了没有 非常明显就是这个 非常明显就是这个 荒原浪人的这个衣服的这个特效 触发了 就是那个防护罩 刚才白打了一下 但是没烧血 相当于挡一下攻击 然后跳到空中呢 他是必定是黄圈的 退后退呢 基本上也是黄圈 反正他过来都是黄圈 然后你在连招当中呢 他有可能会 放这个翅膀来回转的那招 然后后面会接两种可能 反正多打几次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基本上是个回合制游戏 不要太贪刀 然后打他呢 比较好用的是 方方方三角这招 但是方方方三角 后面那个三角 收招有点慢 有的时候会被他这个 翅膀来回转给 给刮到 所以说让儿子 出剑 辅助一下 打出个麻痹状态呢 可以延缓他的这个攻击 其他就没什么好说了 这个 这个Boss非常套路化 有的那些技能 基本上后面的那些Boss也都有 后面的女武神呢 就会每一个女武神 都有一些自己的看家本领 会有一些变化 有点不太好躲的这招式 这个女武神就是基础款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买游戏的时候 不是有这个什么豪华版 DLC版 这个就是基础款 啥也没有 基本免费版叫 是吧 那个彩虹六号 基本免费版 此货身也有基本免费版 不要太瘫刀 那么这个打一会儿 注意他这个 刚才摊刀了 就被捞了 要注意的是这个女武神啊 他最后那一点点血 就是半格血 最后那半格血 防御力特别高 你基本上打不动 你可以发现 现在明显这个 他都不怎么掉血了 尤其是最后这一点点 中一个外鱼中击 没烧血 这就是这个游戏制作人的恶意 让你以为感觉胜算很大 快赢了 然后你上去一拼了 就死了 最后一点点血 你也要这个谨慎一点 千万不要忙 该忙的时候忙 忙也要遵循基本法 好 这样就打赢了 感觉好像是玛利奥救公主 虽然你救了我 但是下一个城堡 公主在下一个城堡 然后我们莫名其妙 就变成了这个 被托付了瓦尔兹里的命运 我们要去解放这些瓦尔兹里 算是一个比较隐藏的支线人 卧槽 老附近真的塞进去了 不厉害 传说级差石 这边女武神调的都是紫色的传说素材 也有这个符文 也有素材 你拿到的这些素材都是后期装备的升级素材 好吧 那么趁这个机会呢 就稍微讲一下这个瓦尔兹里的设定 这期我们不讲故事就讲基本上都是补充设定 因为很多新的东西 先把这个魔法给换回来 换回乌鸦杀阵 像这个雷神索尔的这两儿子 就可以用乌鸦杀阵搞定 因为他们会出硬质 这个女武神就不行 可见还是女武神厉害 这里我们锁墨尔的尸体呢 就百分之百收集齐了 后面就不用为了收集再回到这地方 这个迈克尼和莫迪 照理说应该是这个诸神黄昏后面的幸存者 他们应该是活下来的 但是这个游戏把这个神话剧本进行了改写 迈克尼直接死掉了 那莫迪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下一个了 先从这个二级神开始啥是不是 北游片刚开始不能杀这个索尔 后面就没得打了 but his hidden vault is very much in reach the doors are beneath his temple submerged in the lake for generations until our snake friends shifted his weight there we shall find the fabled black rune of Jotunheim 好那么这个说啊这个奥丁 他知道这个诸神的黄昏将要降临 所以说呢他在之前呢就虽然没告诉别人 但是他呢买收兵买马 招兵买马 为了就是为了这个诸神的黄昏做准备 收集了好多英灵战士 but that be a good thing or a bad thing bad thing for you when his daddy finds out but one less acer farting around suits me just fine in fact next upgrade is on the house really no 好吧 broker居然骗我们 broker sindry似乎对这个 magnet的死 感到很开心 幸灾乐会 咱们现在去这个提尔的地窖 密室 直接从左边出去就是 不用坐船 说这个奥丁收 这个这个招收了好多英灵战士 通过什么途径呢 就是到战场上去收集那些英灵的亡魂 这些这个骁勇善战的战士 死了以后呢 就会被这个女武神带到了奥丁这 奥丁呢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宫殿 叫做瓦尔哈拉 那就是英灵殿 这些善战的这个战士呢 有一半被这个瓦尔基里接走了 剩下一半呢被这个弗雷亚接走了 基本上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养养精蓄锐 等着这个诸生的黄魂 他们可以上战场派上用场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神殿 但是坏了 神社 提尔 提尔那左下角的两个就不用说了 右下角应该是弗雷和弗雷亚 还有弗雷的坐姬那只野猪 然后右上角的应该就是巨人族 可以看到提尔是个和平使者 和平使者 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后来看到他的结局 似乎是死了 或者说被这个奥丁 他们给靠起来了 不知道 但中间那块板的没了 小战神要给我们上课 没文化真可怕是吧 教教你 学好第二语言很重要 我认识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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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阳了吗 你太阳了吗 所以这屋子 represent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些神殿 有些神殿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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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这个北欧神出场都喜欢天空一针巨响 老子闪亮登场 被摩迪阴了 以前从来都是我们 电别人 今天现在居然被被电了 可能是北欧的电压不太一样 需要习惯一下 一会让你尝尝波赛东之怒 摩迪又开始了嘴炮 老父亲 看戏模式 你倒是站起来 我还以为儿子要爆 斯巴之怒了 结果炸糖 这就是你用 CPU自带的风扇超频的结果 老父亲一看 哦对哦 还可以暴怒的来着 按哪个来着 然后屏幕下方 贴心的给了你提示 哦 想起来了 老父亲 这个身上一堆技能 想不起来用 让你见识一下 斯巴达之怒 摩迪打不过又溜了 第二次溜走 儿子炸糖了以后 就陷入了昏迷 我们赶紧得找医生 全北欧只有一个医生 就是弗雷雅 好可怜 这时候我们初选会发现 变天了 儿子阵亡就变天了 老父亲 虽然很着急 但是布子卖的 不慌不忙 打雷了 可能是索尔 知道自己儿子死了 非常不爽 但是他又没有亲自来 就很神奇 可能是这个情人的儿子 不是很重要 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划船去摸鱼 是不行的 会被老父亲的良知拉回来 好吧 那么我们路上就继续讲 刚才说了一半的瓦尔哈拉 这个瓦尔哈拉呢 收集了这个世界上 创世以来 各种这个大大小小战斗 死掉的这些英雄 都是奥丁派这个 瓦尔基里 就是女武神去收集 来的 女武神呢 一共 有几个 这个东西 众说纷纭 这个记载不同 一般认为呢 是9个 所以说游戏呢 也延期了这个设定 9个女武神 然后据说的女武神 是归这个弗雷亚来掌管 虽然弗雷亚自己不是女武神 但是她是掌管这些 然后呢 这个 这些英灵呢 去了瓦尔哈拉干嘛呢 白天呢 他们就去这个 就在这个瓦尔哈拉门口的 这个 大这个大广场上啊 洗舞操练 每天操练 拼刺刀 拼刺刀 然后等到晚上呢 就这个喝酒吃肉 在这瓦尔哈拉的大厅餐厅宴会厅里面 然后这个女武神呢 这个时候就会化身为身穿洁白纱裙的少女 帮他们倒酒端菜 这里这个 这个有人吹了号角 是谁呢 这个就到游戏通关都没交代 可能是为下一座埋了伏笔 大家觉得是谁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阿萨神族的神吧 阿萨神族吹这个号角 把巨蛇引来没什么好处 这个巨蛇之前就已经跟索尔结下梁子了 说这个这个女武神啊 身穿洁白纱裙 变成服务员了 这个北欧人民想象力很丰富 是吧 死亡以后 英勇战死 给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 忽悠大家 这个在战场上要奋勇杀敌 要勇敢一点 死了以后上天堂 白天晚凭刺刀晚上晚有女武神这个伺候 理想中的天堂的生活 这瓦尔哈拉也是非常厉害 我们一会再说 里面 里面 这不是普通的疾病 这不是普通的疾病 这个男人的真实性 你的真实性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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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实性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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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尔哈拉 虍一想 我认识你会保存在 喂 嘿 Mele 你必須趕快 通過我的牆壁有一個路向我的船 拿來回家 回家 做什麼你必須做 只帶我回家 心裡的盤子 然後你的兒子會逃避 現在 瑞亞 在最後我們說 我… 沒有 你確定是不信心的道具 沒有必要解釋 沒有給我 沒有給他 我保持他安全 那是我的祖母 這樣看來呢 弗雷亞也是一個母親 她也是有孩子 她兒子是誰呢 因為這個遊戲把這個弗利加 弗雷亞的這個身份進行了重疊 所以說呢 她兒子就是巴德爾 光明之神巴德爾 這個弗雷亞 因為也是跟奧丁分居多年 算是離婚了 所以說她的這個船呢 是沒有講的 這個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 好 那麼剛才說了一半 這個瓦爾哈拉 瓦爾哈拉傳說當中 是由這個長矛組成 密密麻麻排野城的牆壁 然後上面的穹頂呢 是由金色的盾牌組成 總之就是兵器搭成的一個堡壘 然後呢這個瓦爾哈拉有540閃大門 同時可以容納800個人進出 非常大非常大 具體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多大 反正好像紫禁城也沒有540個大門 大門啊 大門 就這些通外面那種 這裡的話我們坐船回去的時候 老奧父親會回憶起心中的往事 粉紅白 博士 你老百多久 Л脚 editions 開頭 這裡出現雅典娜應該是 傀也的這個心魔 是幻觉 然后这一段的这个场景设计 据制作人说 花了好多好多时间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 花了好多制作工作 是好多心血 这一段回家的路 看到整个天空都红色了 然后这个气氛渲染 应该也是渲染奎叶的内心 刚才有一点忘说 就是这个瓦尔哈拉这些英灵 晚上吃肉 这个肉也是很神奇 他们吃的是野猪肉 然后那个野猪是叫萨赫里姆尼尔 它是一只会附生的野猪 晚上被杀了供大家吃 然后白天又复活长出肉 每天就无限的割肉 太惨了 上面可以看到还有敌人 有点像这个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 被杀了以后又长出来了 然后说呢 这个这个弗雷亚呢 会带走另外一半一半人 他们那一半人呢 因为弗雷亚同时也是爱与美之神嘛 所以说他也会找到这个这些人的配偶 也就是他们这个人间终结的妻子 死后带他们团聚 死后在这个弗雷亚的地方团聚 弗雷亚的这个地方呢 叫做这个 Folk wagon 这个怎么翻译呢 福尔克凡格 比较奇怪 Folk wagon 这里回到家门口 有一场杂兵战 但是咱们儿子不在啊 再加上这些杂兵全都是这个刺头啊 就是蓝色那种抗兵的 所以说斧头就没用了 只能肉搏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 虽然都是三级的低级敌 但是这个没有儿子帮忙控场 就很不方便 打起来很危险 经常被偷刀的 所以咱们的思路呢 就想办法怼着一个 把他从场地这头 因为场地够大 场地这头怼到那头 打出晕眩 这样的话 后面的敌人就跟不上你 这样就相对会安全一点 你要是一直在敌人当中的作战的话 就很累 尽量把他们都等到怼到边上去 然后打出这些晕眩 所以说呢 去这个 去弗里亚这个宫殿的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啊 都是人生赢家 单身的这些英雄 死了以后就只能去玩哈拉拼瓷刀了 非常惨 非常惨 那么大家死了以后 会去哪呢 其实大家不要想多了 英灵 英勇的亡灵 死了以后才会去他们这两个地方 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是去赫尔海姆 赫尔海姆是这个北欧的地狱 也就是HELL 其实跟这个英语翻译也差不多 地狱 那么这个老父亲说到地狱 再熟悉不过了 之前战争每一代都要下地狱 当然以前都是被动侠 这次咱们是主动侠 战争老传统啊 亡灵的国度不能不去 好 这边清干净了 进门哪超家伙 稍微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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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呢 我们就拿回了初代的混沌之刃 混沌之刃 上面还冒火 来试试看 终于拿到衬手的武器了是吧 相信这个战神历代老玩家 这个对于斧子应该用起来还是很不爽 这个哪有练刃爽 斧子打起来一点都不爽 虽然是把厉害的武器 现在这个音乐是这一代老父亲的主题曲 打起来感觉不太对 感觉不太对 咱们来换一下 这个感觉才是战神 是不是 这个战刃的招式会有所改动 虽然他是混沌之刃 但是他的招式性能更偏向于三代的放逐之刃 所以说有同学认错了 也是流亡剑 方方三角的普罗米修斯羽毛 没有了 改了一下 变成了方方三角三角 初招比原来慢一点 然后这个 这个叫什么海格利斯的灵魂 那招三角三角三角的重砸 这个要升到二次才有 所以说咱们现在没有的 默认状态下的这个练刃 最好用的招式是三角三角三角 因为打这些杂兵可以强出硬直 把他们拉到一个方向 不要腹背受逼 这一代这个追尾视角还是很不爽 打了以后你就会发现 因为以前这个3D的俯视视角 这个链刃是可以左一下右一下的 就是前一下是打前面 马上可以转到后面打 所以说基本上杂兵是进不了身的 除非那些能扛伤害的 但是这代就不行了 这代就基本上只有前面那120度的攻击范围 转身转不快 这边坦的这个奖杯很应景 老朋友 相信第一次玩到这儿的玩家 应该心里很激动 所以说这个练刃 他不能这个来回360度转 就很不爽 容易被这个腹背受敌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追尾视角不好做这种 这种效果 只能这个攻击前面 背后就没办法 如果老父亲太能打也不需要儿子了 是吧 这个混沌之刃 照理说初代应该是被阿瑞斯给没收了 但是这个怎么拿回来也没交代 可能是打死阿瑞斯 有挖尸体 挖了一个这个混沌之刃 或者说挖了一个阿瑞斯的宝玉 然后做了把混沌之刃 也不知道 照理说应该是被雅典娜之刃给替换 二代是雅典娜之刃 什么 嘿 你骇到游乓的唷 甲尔尔尊娜 C Geral者 Disney 我仅在这种种既的 这应该是是一个药户的父母 ch 乃 你 我认识的性质 而他们 他们特别的 嘿 哪里是小狗 他失败了 没有 什么事 是尔 没有 缺点是我的 我负责是正确的 现在 我们都得担心 我可以帮助他 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应该帮忙 没有 Block虽然嘴臭 但是还是挺热心的 刚才有一个忘记讲了 就是弗雷亚的一个设定 弗雷亚出门 他是坐车的 他这个车 是由猫拉的 也就是猫扯 所以说 当你在这个 战场上 比如说你被 栗战王灭镜 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 朦胧之中看到了猫车 你就知道弗雷亚来接你了 这里我们升级一下这个装备 新的这个混沌之人入手以后 可以看到我们装等提升了一点 所以说这个装等计算的 应该是身上所有装备的总和 而不是什么取平均值 我们这学一个这个三角按住的调空 再学一个这个燃武 也就是附魔 附这个火焰燃烧特性 其他的先暂时不学吧 经验是有 经验是有 但是这个经验用用很快的 后期都是升一下一万多 升一下一万多 反正这里解锁了一些这个新的商品 可以购入 但是这个没什么必要 这时候如果说你想去九界之湖 探索一下是不行的 只能走主线 所以说之前这个提尔的地窖 如果你想做支线的话 你可以先去 到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固定流程 就不能去别的地方 我们转到这个赫尔海姆的彩虹墙 用一下 这个彩虹墙的设定也很奇怪 它是个钥匙 在神话当中的彩虹桥呢 应该是真的一座桥 它是这个阿斯加德 通向这个米德加德 就是人间界的一个唯一的通道 然后这个桥上呢 有一个人首桥的就是叫海姆达尔 这个倒是和漫威宇宙差不多 不过漫威宇宙这个 请了黑人来演海姆达尔 海姆达尔在神话里面是一个 皮肤洁白的一个英俊的男子 然后当如果有外敌入侵的时候呢 这个海姆达尔就会吹响号角 就是这个诸神的黄昏的那一天 平常也没什么外敌干进来 然后索尔呢是不走彩虹桥的 因为这个索尔啊 他这个步子太撑了 彩虹桥容易踩塌 所以他是从桥下这个河里 涉水过来的可怜 好那么这一集的流程就到这 我们下一集再见